字幕提供 哈囉 我是Gạnh 上次跟大家分享平價腮紅 今天就要來換專櫃登場啦 總共會有 7 款不一樣品牌的腮紅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有沒有千元的價值呢 那先從我覺得顯色度非常低的香奈兒開始 這個是香奈兒的原型腮紅 那聽說它在日本女生的排行榜裡面是非常前面的名字 就是非常的大受好評 那打開呢 它裡面是有鏡子的 然後有透明的這個殼子 以及有香奈兒字樣的腮紅刷 我覺得有附刷子是一件很貼心的事情 而且還有鏡子 你就可以直接補 但是呢 我非常不喜歡這個刷子 這個刷子啊非常的粗糙 刷在手上還好 刷在臉上可以明顯感覺到粗粗刺刺的 實際刷到臉上的顯色度還有顏色的表現 我非常的不滿意 要來回刷很多很多次 才會有顏色的存在感 這一顆還算是蠻熱門的64號 這個粉紅是偏冷色調 黃皮膚還蠻合適的 這一顆就是被我乘風 我非常沒在用它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貴又很沒用的腮紅 但是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很喜歡這麼柔淡 這麼沒有存在感的 像我媽媽就很喜歡 所以還是因人而異囉 再來是口碑超好跟了我很久的NARS 其實它真的沒什麼缺點耶 但是它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就是外殼很容易髒 非常髒 而且這個髒物不是長年累積 不是長久累積下來的 是我那時候一拿到然後放在我化妝包 每幾天就變這樣了 所以還是我化妝包太髒了 很容易沾到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呢整體而言它是沒有什麼缺點的 那打開裡面一樣有鏡子 色號是高超 也是一推出來就非常熱門的色號 粉質很滑順而且非常的顯色 它是帶金色粉末的桃粉色 刷在臉上呢是很自然的粉橘 珠光很細緻 雖然很亮但是不會顯毛孔 我覺得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重點是持久度很不錯 正常外出大概五六個小時 它就是還會存在 Chanel的價格是1500左右 那NARS是1100多元 以這樣子的價位來說 我就是會投資NARS 再來是MAC 其實我對MAC的腮紅一直是沒有什麼慾望的 那這個是我朋友送我的三色腮紅 那用起來呢我非常的滿意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的印象又更好了 這三色的組合做得很好 從米色到粉橘色到暖橘色 可以暈染出很好看的橘色系腮紅 完全的霧面粉質不會太乾 我覺得很剛好 我通常會把米色還有粉橘色混在一起 最後呢再用這個橘色來做疊擦 明顯的疊擦 接著也是橘色調的腮紅 我真的特別喜歡橘色調耶 這個是日本品牌3的蜜光修容 它的包裝啊非常的低調 我覺得是走文青路線 沒有鏡子我覺得有點小可惜 那整個很輕然後很好攜帶 它體型真的是迷你到 我常常找不到它 很容易失蹤 價格是1100左右 那刷起來呢非常的顯色 這顆色號是1號 很鮮明的橘色 實際上面用肉眼看會覺得有點螢光 但刷起來不會 它就是很活潑很有朝氣的暖橘色 那它除了非常顯色之外 你也不用擔心它刷出來會有界線 它刷出來真的是很自然的貼合在你的皮膚上 持色力大概5個小時OK 粉質就是無可挑剔 也沒有什麼非粉的問題 它就是一顆低調好用 嗯...可以用很久的迷你腮紅 接著是今天影片裡面最強烈的包裝 YSL 這一個呢是他們家的方格腮紅 它是我目前聞過最好聞 最... 最有質感味道的腮紅 它聞起來有淡淡的水蜜桃香 非常柔淡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 我是蠻喜歡的啦 它的珠光很細緻 這一款是6號粉橘色 我很喜歡它中間這一個 有YSL的字樣 質感又更加提升 中間這一個比較像杏橘色 那珠光比旁邊外圈都還要再強烈一點點 它算是蠻顯色的 我很喜歡一層一層的刷上 大範圍的 之後呢 再用中間這一格 擦在蘋果肌上面 就會有膨膨的效果 第六款是近期非常火紅的 倩碧小花腮紅 這個是可樂色 而且它不用1000元就可以買得到 雖然是透明的塑膠外殼 但是它花朵的刻紋真的非常的美 整體看起來是精緻可愛的 不會因為它的外殼而扣分 它本體的顏色很深 看起來的確就像可樂的顏色一樣 那實際上刷起來也是非常的顯色 一層就很有感覺了 可是有個問題是 刷起來呢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可樂色 沒有那麼深 因為我以為會再更塗色掉一點 我自己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失望 不是它的功能或是顏色不漂亮 只是沒有那麼可樂 我自己還會想要收藏其他顏色 那最後一個呢 是我近期剛買到的香提卡的腮紅 這個又更好攜帶了 真的好迷你喔 加上它是這種金屬的圓形 感覺容易手滑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是海龜的圖案 它已經被我刷過了 那原本呢 它中間海龜上面 是有金粉的 一層金粉 那那個金粉是裝飾用的 只是為了讓烏龜的圖案更立體 這一顆非常特別 它是動物慈善腮紅 也就是你買了它那部分的所得 它會捐出去捐給動物相關的工藝團體 那它們的動物系列 顏色都還蠻相似的 都是粉粉橘橘的路線 那我是靠貴試色的 當初目標是大象款 那後來被貴哥推了一把 買了杏桃色的海龜 刷出來是很美的霧面感 感覺很通透 然後沒有界線 就是融在你的妝容上面 剛才說的大象款 我當初有試色 其實還蠻接近這個顏色的 只是海龜又再更顯色一些 相同的價位 我就強烈建議可以投資 香底卡的這個動物腮紅 好 以上這些呢 就是我的妝櫃腮紅分享啦 希望大家喜歡 你最喜歡哪一顆呢 別忘了留言告訴我 記得幫我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繼續拍影片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FB還有IG 在這邊 下次見囉 掰掰